傍晚在东西的夏北泽街头吃一家正宗的居酒屋料理是一种什么体验 我真的太爱这种风味居酒屋了 深冲跑出来 哈喽大家好我是阿杰 又到了一年一度吃居酒屋的日子 今天我们来到的地方是日本东西的夏北泽 我的快乐老家 这里街景文艺 吃饭便宜 又因为这周围有很多大学 所以就变成了年轻人非常爱来的地方 我的废话越来越多了 开始吧 他们说他曾经是这个地方的学生 然后毕了夜就开始做餐厅 非常的浪漫 所以给我们上的第一个菜也非常的重磅 这个不应该是先要烤一下再上完 直接拿到这样烤 然而没想到让我们直接蘸的蛋黄吃 用这个生肉球 过满下面的香汁的那个蛋黄 我们直接烤吧 非常的 我现在吃饺子馅 这是一个烤猪肝串 上面铺的那个是洋葱蒜蓉酱 下面是一叠香油 生葱烤猪肝 我吃进去的第一个感觉就是 蒜蓉味和炭香味一起在我嘴里共发 然后再是香油渗进猪肝里的味道 特别美妙 然后这个是和牛葱煎烤肉 配了一点黄芥末 我们再挤一点柠檬上去就可以吃了 师傅用的不是那种脂肪很多的布 在日本吃那种烤串的秘诀 就是要连着葱一块吃 这种吃起来特别有嚼劲不说 葱的甜味和它肉的甜味还特别的搭 所以哪找到这么甜的葱 然后接下来这个菜是今天的全场最佳 我最爱的烂炖牛舌 这个菜其实很像关公主 牛勺子鸭它都烂出汤了 咬下去的时候就能感觉到里面吸的汤 之后顺着你的牙齿 一直扩散到你的整个口腔 而且那个牛舌萝卜汤的味道特别鲜 而且它这个牛舌软的到什么程度 就是你会怀疑自己正在嚼的是不是鸡皮 真的就是用舌头轻轻一顶 它就散开了 这太美妙了 然后吃完这盘软的 我们再来盘硬的 炭烤牛舌 同样也是后切 这个就非常的劲 牛舌边边烤的特别的焦 一层薄烟也没有盖住牛舌本身的味道 烤的就是比煎的香 然后你们猜下这个是什么肉 马肉刺身 但其实我一直品尝不来马肉 因为它吃起来跟牛肉实在太像 日本人一般会加一点生姜末 但这样不就是更吃不到马肉的味道了吗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 这个就是牛肉 不过确实嚼起来会比牛肉更软的 然后接下来是这个串 鸡肉团子 烧鸟电信上能看到 但它这两坨食水有点大了 竹签戳破蛋黄 裹着蛋叶池 再配上下面的照烧酱 这个串的汁水特别多 你就对准那个蛋叶的位置咬下去 就是又鲜又甜 碳烤也得让它外焦里 缺点就是它太扎实了 再来一串银杏 假装自己今天吃了很多蔬菜 接着是我们的最后一个硬菜 奶油浓汤油尾骨 哇 它这个也是够难的 轻轻一挑起来 连筋带入一块挑走 但这样直接吃也不是很过瘾 把它放在刚烤过的面包上面 一起进嘴就特别香 而且要挑那种带筋的肥肉 跟面包的味道特别派 如果你还是觉得不够过瘾 你可以像我一样 拿着油尾骨直接开始啃 然后这样一盘下毒之后 你就不用再战斗了 嗯 好了 阿基推荐指数8.5分 烤呀 真长胖 今天这碗小小的 应该是我见过最可爱的 我压扩东了 我愿意给它取名 就叫做提灯盖饭了 好多饭业 今天我们去的是 一家非常神秘的店 不愧是提灯仙人呀 这个串的精髓 是拿捏得很准的 又到了吃烧鸟的日子 但是今天我们要去 见一位老朋友 他在日本千叶县 其实这个地方还是挺繁华的 也不知道他这会下班了没 阿里亚子 其实我在家乘书 刚开这个店的时候 就已经预约了 但由于实在太火爆 我们今天才约上 好了 不要那么多废话 我们直接开始吧 这样我妈开始过时的 喝什么 酷拉 他自带我的感情 第一个菜就是最基本的 葱煎鸡腿肉 鸡皮烤得特别香脆 葱跟的回甘 配上这个鸡皮的油香 快乐就从这开始吧 接下来是鸡腥 我是特别喜欢鸡腥里面 包了很多油汤的那种 这一串就是你一咬下去 汁水就直接往你的喉咚里面流 这就是胆固醇带来的快感 接着就直接上我们的提灯了 这个灯拿上来就有个特点 就是后面卵巢部分的肉 取得特别多 这样吃起来特别扎实 而且很有嚼劲 就是蛋液在你的嘴巴里面 油荡的同时 你还可以慢慢品尝内脏的劲道 接下来是绷吉利 烤鸡皮 它的味道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一朵很厚的鸡皮 就是固体脂肪 我还没有嚼 油就已经出来了 而且表皮上面的炭火香味特别 它就像一层薯片 铺在肉上 然后你连着薯片 一起把它咬下去的感觉 但它真的吃一块就顶住了 实属太油了 师傅也很懂 下一串就是芥末鸡胸肉 这个又很清爽了 半熟鸡胸肉精髓 就在生的和熟的 你都可以吃到 上面加了一点点芥末 测测小心 这种外手里 生的鸡腿肉 会有一种很特别的Q弹感 可能这就是层次吧 接着是甜口的鸡肉团子 里边加的是磨碎了的脆骨 然后因为外面刷了一层甜酱 所以可以搭配一点萝卜 吃进去第一感觉就是 萝卜清爽的甜味 还有甜酱和鸡油的甜味 你能清晰地感受到 嘴巴里面有三种不同的甜味 然后接着是鸡的味带 味带吃起来 其实很像鸡蒸的连接处 就是菌把子嘛 特别有嚼头 而且它里面是空性的 甚至嚼出了肥肠的感觉 接着也是我最喜欢的那颗菜 鸡肝 这一串块头特别大 这个就是考验工地的时候到了 好久没吃到过这么大的鸡肝了 很难形容那种内脏的甜味 直接给你们看里面吧 就是你说它是真的 它也不是生的 但这种碳虎的化学反应 就让它特别香 接着我们再来一个素菜 这种在日本卖的特别贵的小青椒 特点是气味很香 顺便撒了一点鸡肉做的沐鱼干 那还能叫沐鱼干吗 银杏果那肯定也是不能忘了 碳烤的真的贼香 当你还想再吃点什么肉的时候 就很适合再来一串中吃 因为它最香又不沾肚子 然后最后身尾的主食 加成和强烈推荐了我们这个 鸡肉盖饭 那两个蛋就是提灯上面的蛋 这一勺子里面有鸡腿肉 小鸡蛋 还有带甜酱的米饭 虽然它总共也就只有两勺的量 但每一勺的味道都巨丰富 这个太好吃了 厉害了 阿基特价指数9分 卡文玉 上次在迪士尼买的这个真的有用吗 啊 听说日本环球以前 最近又出了很多新的坑店玩意儿 正好又刚看完鬼灭之人 心情久久不能平复 所以我们就直接连夜飞到了大阪 不管怎么样 这个家伙是待不下去了 好了明天见 我们知道在日本 鬼灭之人的周边有多难抢吗 我们早上6点钟起床 还要跟一群活力四射的高中生抢玩具 这合理吗 真 这怎么会有这么多人 耶 到底是你了 果然人类味的主题那边 都是可以不睡觉的 这合理吗 真 然后静缘的第一站 我们就直接冲向了鬼灭的圆区 毕竟现在排队排的最长的还是迷豆子 因为它是限量发售 中午来肯定就没了 真好看 家人 他真的很精致 发现一只大狗子 毫无怪哦 等一下我突然反应过来 来了这么多次环球一层 我都没穿过魔法袍 这个衣服的价格虽然真的很坑 但现在还是浅穿一下吧 然后接下来我们才介入正题 又到了补充能量的时候 最近还是我们的老地方 这个就是我今天的优质蛋白和优质淀粉 这个小面包是我觉得这里面最好吃的 然后旁边就是鬼灭的圆区 先来买个铜螺烧 这个是善意被下仙打伤时候的样子 这个造型特别的蠢哦 它里面加的是些栗子 炼薯红豆 七分 然后排队到里面的话 就可以买到一些套餐 不过里面的主题还停留在无线列车片 所以全都是大哥 大家看这个平平无奇的蛋糕 八百块 它是那种又酸又甜的柠檬慕斯 大哥真的喜欢吃这个吗 感觉又被看到六分 这个应该是炎柱的剑吧 怎么感觉像一只铅笔 但要说之前吃过最好吃的 还是一个小黄仁的面包 它里面是奶油蟹肉味 你们感兴 而且它又松软 蟹有很多 好香 但其实我更推荐巧克力味的 对了这一路下来看似花了很多钱 但我其实只花了一块钱 因为趁拼多多现在有开春福利活动 我花一块钱秒杀了个一千块钱的新愿金 还是直接微信到上了 这样算下来 今天这趟环球影城 就是一个白嫖的一样 现在点评论区的置顶链接还可以抢到哦 趁活动还在继续 大家可以冲了 好了继续下一下 这是一家马利奥开的甜品店 这个店还是第一次来 这里面的装修还挺还原的 有点想要这个 这是一个蘑菇队长的饮料桶 和一个马利奥的草莓奶油蛋糕 我绝不是因为他可爱才买的哈 但友谊 所以这个蛋糕比迪士尼的好吃太多了 它里面这个是有加心的 还有一杯路易吉的汽水 欧酸 上面的香草冰淇淋才是本体 然后这个蘑菇队长其实是一个可乐桶 不是那个可乐桶 这家店整体不错 八分 我以后出去探店就是这个瓶子了 然后在路边看到家没吃过的 它这个居然是一杯芝士汇饭 哇 逛主题的文就像是用优质碳水才行 还有一个夜晚生活 就是在侏洛基公园里面 以恐龙尽情为原材料的世界名菜 烤大鸡腿 大板环车女生的第一名 大鸡腿子 刚才不是才说哈利波特吗 而且它那个烟熏的味道 比革命家的香多了 然后最后我们再去马里奥的家里 做做客 这个取餐牌 第二次看到它还是觉得好可爱 你们有谁知道这个是干嘛用的吗 上一次没有点蘑菇头 这次我们就把它脑浆到膝盖 这样快乐的一天又结束了 今天没吃多少应该不会长胖 等一下我今天是在干嘛的 阿宝宝